新闻头条带你来关心中国时报的资深编辑蔡奇达 日前遭到旺旺中时以财务为由解雇 而今天蔡奇达与多位声援她的学者以及媒体工作者 在座谈会中表示 蔡衍明入主中时之后 报社的员工必须配合老板 对报道的内容自我限制 学者指出NCC应该要考量这些违反新闻自主的市政 否决正在审查的旺中并购案 在中国时报任职18年的资深编辑蔡奇达 日前被旺旺中时资浅 蔡奇达说是因为她在网站上 贴了公司百万悬赏前中时的公告 遭秋后算账 今天多位学者与媒体工作者 齐聚声援蔡奇达批评中时高层前置言论 有为媒体公器的角色 当今天有任何中时高层在出面讲说 没有言论限制什么的 我觉得可以戳破他们的谎言 一开始他当然都是会用 那个民事暗示的 然后慢慢就是心中的警种 一旦成型之后 慢慢的所有的编辑 看到什么东西 看到类似的东西 就好像说搜索引擎一样 就自动挡掉 而隔天NCC就要召开旺旺并购中家的公厅会 学者认为NCC如果考虑新闻自主专业 就不应该让旺中案通过 NCC国家通讯同步委员会 真的认为这一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媒体的一个自主空间 跟我们民主政治有很健康良美有很大的关系的话 那么他应该通过这样的机会说 2008年7月以前的中国时代相对没有这样荒腔走板的一种表现 日前中研院院士余英时 也表态力挺拒绝忠实运动 对蔡吉达遭不公平待遇 感到无比愤慨 并强调中共对台湾公共媒体的收买 是商人和政客出于绝对自立的动机 而迎合中共的旨意 新唐人的电视神志成 刘兹营 台湾推报导